昨天央行下重手 再祭出第七波的信用管制 这一次的打房 可以说是史上最重 史上最猛 打到投资客 自助客 通通哀鸿遍野 可却打出了新的机会 史上最强的资金狂潮 可能就要疯狂的涌入股市了 大家好 我是任允凯 所以我们才讲到联准会降息两码 到年底之前还会再两码 很有可能要再两码 还有之前在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说过吧 台商的资金回流 陆续解禁了 而且等等我还要讲这个部分 外资的资金 这重点也要回来了 好不好 再加上这波的打房 资金非常有可能大量的流入股市 这就如同什么 来 这资金如潮水 它如潮水将你向前推 紧紧跟随 它如潮水 它将你我包围 这波资金就如同潮水一样 将你我包围 可是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 你要好好的运用它 好不好 在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决议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过 外资开始疯狂的 什么 买债 对吧 9月2号 对不对 买债哦 有没有 买债哦 9月5号有没有看到 前20名的这个外资买卖超里面 其中12345 哇 总共有15名 全部都在买债 不论是买美债啊 买这个头等债啊 买公债啊 买什么金融债的 就是一直买债 就是一直买债 9月9号也是一样 对吧 好 可是现在呢 不一样了 而且我说过了 买债这个资金 原本它是什么 股市的资金 它是卖股买债 可是身为外资出生的分析师 当然最懂外资的心思嘛 所以我是告诉你 等到利率决议过后 这些资金很有可能会从债 回到股 在利率决议过后 这些资金就有可能继续的 从债回到股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外资 现货是大买了290亿 重点是什么 你看贵买 我们发现开始在卖债了 对吧 昨天卖超第一名 群义ESG投等债 第二名国泰20年美债 第三名元大美债 永丰美工债 永丰ESG银行债 统一美债 中信美国工债 群义25年美债 中信优质投资级债 开始大规模在卖债了 上市也是一样 对不对 国泰20年美债 元大美债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昨天外资卖超第一名 上市的外超第一名是谁 五十反 元大台湾五十反 因为他知道 我现在卖债 资金要重回股了 是不是就有可能 促使台股 加权指数往上去做 走高 那我当然把反向的指标卖掉 对吧 所以说外资的资金 重新回到股 这个效应会出来 会慢慢的出来 不过我们今天送你们在这边 来看一下 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 头条 第七波信用管制 总裁养金融 他要教训投机客 限缩六类 打炒房史上最重 这边都有细项 修正前修正后 不过我帮大家整理的 会比较更清楚一点 好 央行打房热钱入股 第一条 第一项 第一户的贷款取消宽限期 我觉得这个 真的大家很有必要 要了解一下 如果你刚好是购物族 对你的影响会很大很大 好不好 首先光是这个取消宽限期这条 我跟你讲 这一条不知道会造成多少名愿 第一户 通常就手购族 很多是什么 去年前年买预售屋的 好不容易熬到今年 准备要交屋了 你现在跟他说宽限期取消 他资金很有可能 嘎不过来 他资金很有可能嘎不过来 老实说 我觉得这一条 也许你会打到 少数这种 借人头去买房子的投资客 可是却会打到 多数那些的小资手购族 第二三条不论是第二户 六成降五成 还是第三户四成降三成 我觉得一部分打投资客 一部分打多屋族 就是那种中产 中产阶级 努力很久 有自己的房子的 想说手边有点钱 要自产的 这些人就被影响到 第四条 法人购置住宅 高价住宅 余屋贷款 这个除了高价住宅之外 跟大家比较不相干 高价住宅现在规定 我没有记错的话 台北市是六千万 对吧 豪宅门槛 新北市四千万 桃园新竹 台中 台南高雄 三千万 其他县市两千万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调整 我印象中 我不确定好不好 可是我一直觉得 这个数字不太合理 我也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合理 老实说 以现在的房价 台北市六千万 叫做豪宅吗 现在台北市六千万 差不多只能买到 全壮五十多平 对吧 因为车位要加进去嘛 车位也要算嘛 所以现在平均台北市 哪里不用一百万 加个车位 两百三百 换句话说 你只能最多买到五十六平 对吧 五十六平嘛 加完车位六千万以内嘛 五十六平靠完公社呢 室内剩三十几平 三十几平叫豪宅 所以我觉得很离谱 更何况现在新北市 桃园 新竹尤其竹北 很夸张 台中 房价都越来越往台北市靠拢 你给他这种三千万四千万 我说真的 你这个门槛设在这个地方 以后大家都要刮 刮居 刮牛的刮 好不好 刮居 但他住得很小很小 跟香港人一样 所以这规范 我是觉得不太合理 然后以前很多的规范 这边嘛 第五条 只限于六都 现在不限于六都了 好 所以光是前面 这第一条到第五条 确实会令很多买房的 你说投机买盘也好 真正的 真实要住进去的这种买盘 都好 都会缩手 可是同一时间 也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 可是没办法 我本来想聊更多 跟我们是股市的节目 我能够告诉你 股市的后遗症是什么 现在房地产 营建相关的这些股票 先别碰 先别碰 最近可能会有一波的 比较大幅度的震荡 可是这些原本准备好 投期款的人呢 现在因为规范增加 而决定不买的这些人呢 他的资金就很有可能流入到 现在惺惺向荣的股票市场 所以前面的五项 都是为股市加分 只有第六项 调升银行的这个存准率 调升存准率呢 是在银行收回资金嘛 这稍微扣分 不过后面我有个括号 预估大概收回千亿 一千亿左右的一个资金 所以你相对前五项 这么多 VS这个一千亿来说 还是算少啦 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正好是被影响到 你是这个什么 本来想买房 资金却忽然之间不够的 你反而要跟着市场的资金走 对吧 我们刚刚讲过 外资往哪里走 台商资金往哪里走 连准会降息之后 资金往哪里走 降息两码之后 资金不会从美国流出吗 不会再流来亚洲吗 台商资金不会回流吗 现在连外资 原本放在债券的这些资金 都要回流股市啦 资金在哪里 赚钱的方法就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要在哪里 你反而要借由市场的力量 把你缺少的投机款 在股市当中赚回来 说不定一个不小心 你还赚到都不用贷款了 买房子全額付清 对吧 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就来看看 如何化不可能 为可能 休息一下 好 我说过 在台股回到黄色这一条 也就是这个季线 这个多头轨道之前 我们都会沿用 快进快出的操作原则 其实这两天台股 真的很强 对不对 昨天站上月线 蓝色这条月线 昨天攻破月线 今天准备要直接挑战季线 可是就技术面上来说 季线要一次过 没有那么容易 对吧 毕竟在这边 7月底 还有整个8月下旬 还存在一定程度的 套牢卖压 所以说 这边一定程度的压力 是免不了的 所以现在 机会反而比较容易 落在这个贵买市场 OT C市场 贵买毕竟这边是 比较没有压力的 对吧 相对两条线都已经越过去了 所以这也意味着 好不好 在整个加权指数 大环境 还没有过季线之前 我们的快打部队 还要继续战斗下去 好 尖盘中的 11点 32分 有加赖的朋友 你自己去做见证 来 我说什么 我们又买股票了 中秋佳级 大家有没有到 亲戚家走走 我不只有走走 我还有了买股票的灵感 这开玩笑 好不好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买了谁 我买了四旧三仪 我真的是 人太好 对不对 昨天我不是才说 网友都说我出了题目 太难了 这题会难吗 这题会难吗 四旧三仪 你怎么会打电话 问你四旧三仪 这是哪一支股票吧 好不好 加上如果你是我们节目 忠实观众 上个礼拜五 我不就有一档股票 全球传动吗 来各位 全球传动 我怎么告诉你 今天要买 是我是你 是谁 4540的全球传动 举一反三嘛 对吧 是我是你是4540 那四旧三仪呢 不就是 来 4931 妈 来 怎么跑那么慢 4931新胜利嘛 对吧 就是今天创新高的新胜利 好 先看一下这个形态 今天是创新高 而且是带量的 这个形态 正好符合 我们快打六大策略 里面的什么 强势股攻击段 这我们快打六大策略嘛 低进高出领先资讯 关键支撑 跌身筹码 以及处置分盘 这是我们快打的六大策略 它刚好符合强势股的攻击段 也就是今天 带量突破新高 前一支黑K带量嘛 今天带量突破 非常漂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1点 32分 今天11点32分 发的文章 对吧 新胜利呢 怎么走 好巧不巧 他也是从11点32分 向上挤拉的 向上挤拉喷出的 就是这么刚好 我不动 他不动 我一动 他相当冲动 这一支拉了多少 起码半支掌声以上 在我进场之前 各位你看一下 我把这边都遮住 我把它遮住 你们发现这边 它就如同一滩死水 它就是一档 生无可恋的股票 平盘上震荡而已 当它被我一点名 各位 它整个活起来了 激情喷发 所以亲爱的各位 我又一次公开操作 你又一次 眼见为平 没有错吧 盘中 公开操作 11点32分 发动的时间 11点32分 你还要错过几次 你到底要错过举档 从万序 各位 上周三的万序 牵头一把抓嘛 对不对 各位 对照 重点是时间 11点24分 11点20分 开喷 涨停板 再到全球传动 礼拜五 11点44分 全球传动 11点44分 开喷 再到子弹 对不对 子弹 我说什么 我要买子弹嘛 Bullet Bullet 11点30分 发文 股价11点30分 极拉涨停板 接着最会赚钱的 会赚磕 对不对 礼拜三 就前天 11点22分 我要来买 很会赚钱的 磕仔 就把探钱的 鹅啊 是什么人 会赚磕啊 就在这个时间点 不偏不倚 11点22分 向上 极拉 差一点点 又要涨停板 最后 今天的4931 4931的新胜利 这七个交易日 从上周三 到今天的七个交易日 我们公开操作的 五档股票 七天公开操作的 五档 只要你有加我的line 我都是盘中 及时让你看到 我操作的痕迹 我买给你看 我赚给你看的 如果这不是实例 什么是实例 如果这不是实例 什么是实例啊 我说过 你不一定要选择我 但你在选择 其他分析室的同时 至少你可以先问问看他 你有没有这个能耐 一喊股票 股票就会动 化罪的兼当 而且赚的我会告诉你 连赚少的赔钱的 我也告诉你 我们强调真实 来各位 昨天节目尾声 我跟你说 我用这个 台湾金锐的成功案例 买了一档股票 联军 今天创高之后 拉回收在 183.5元 收跌1.6个百分点 怎么办呢 昨天才说买 今天拉回 是不是马上赔钱 还不至于 好不好 我们成本大概就在 183左右 所以你顶多说 回到成本 然后反而 我说我已经获利出厂的 台湾金锐 今天还创新高 800亿看到了 我卖出之后 他竟然创高了 不给面子 好不好 可是这就是我说的 快打部队的宗旨是什么 我们诉求就是风险最低 我们只赚精华 跟抢银行一样 有没有抢到 都得跑 对吧 赚钱就要向抢银行 有没有赚到 都得跑 因为我们是想 想要把风险降到最低 我们只赚最精华的一段 也许它整个 上涨的幅度是50% 我们不用说 从这边买这边卖 一定要赚到50% 我们赚中间最精华 速度最快的这一段 也就够了 同时我要呈现的还有什么 还有真实这件事情 不论是我们刚刚讲的 万序的 全球传动的 盘中的操作 或者是我快打部队 这张绩效表 我说过 我会在这边跟你讲说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就买了 其实我上个月就买了 我买了什么标股 只是忘了告诉你 所以现在我们这档股票 已经赚50%赚80%了 这是很瞎 这种鬼话我是不信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讲给我听我是不信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 快打部队火力全开 这当中 目前我们已经有 获利落袋的是 15党股票 从高峰 宜利店 富士达 万序 优群 红硕台积电 嘉哲 大量 逊德 博蕾 光盛 智茂 台湾精锐 以及到建汉 建汉是今天才出场的 以上这15党 每一档的股票 我们不只要让会员 见证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让你 也就是中视的 广大观众 让YouTube的广大网友 一起来做见证 每一档股票 都有经过我的公开分享 而且我都会告诉你 这是我快打 六大策略的 哪一种策略 如何去抓买点 全部教学过 全部教学过 所以到现在 有时候出场我会讲 绝大部分我都有讲 好不好 所以你看从高峰到现在 34.9% 14% 13% 12% 连优群这种 几乎没赚钱 0.67% 红缩23% 台积电6.7% 一路到现在 快打部队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累积了 224%的一个 可实现获利 但是我们全部都公开分享 公开见证 公开教学过 所以 来 台湾精锐 我们18号出场了嘛 赚了快四成嘛 也不错啊 也不错啊 对不对 台湾精锐 你说今天又创新高 少赚就少赚嘛 少赚就少赚嘛 万一下个礼拜 万一下个礼拜一 联军没有再走高 怎么办 没赚到怎么办 你放心 即便没赚到 即便他是亏损出场的 我还是会把它 放到这张表格上 以示公正 好吗 好 台积电 来看一下了 今天特别要看台积电 为什么 今天他就跳空大涨 直接最高点来到 982元 可是台积电 我们现在只剩下 拨断单 我们只剩下拨断单 反正我就放着 打算等他1200块再说了 好不好 可是台积电 今天的创高 是有意思的 好不好 来我们用台积电 来跟加权指数 对照看一下 来 刚刚看到说 这个 加权指数 一样嘛 对不对 季线压着 前波慢压压着 拉回来看台积电 是不是很像 前波慢压在这边 前波慢压在这边 可是他已经越过 所有均线之上了 而且现在好像 前波慢压都已经 腾过去了 已经飞过去了 那有没有机会 下个礼拜 台积电再走墙 挑战到1000元 1000出头这个关卡之后 顺势的把整个 加权指数往上带 好不好 我必须说 加权指数 现在唯一的转机 就要看台积电 就得看台积电 好不好 那我们就拨乱单 好不好 我们说过 上礼拜我们已经出厂了 不是 这个礼拜 950块左右 我们已经把台积电 短线的获利出厂了 剩下就放1200 旺系 今天一样 继续的走高 创高 拉回的 可是呢 旺系 昨天也讲得非常清楚 现在投信索码了 拼拼看1000块 拼拼看1000块 星云 也不错 对 连续三天 连三长红黑 这个也是才刚刚发动 对吧 你们发现星云的结构很漂亮 这叫什么 它在高档 来 等一下 高档给你什么 高档给你打个W底 对吧 高档W底 多漂亮 好不好 我跟你讲 这个W底 中间的这个高点 485块 这一过不得了 一过就一发不可收拾 高点一过 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些星云的部分 这是我们前几天 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也是波段的持股 原相 今天很强哦 看一下好不好 原相今天盘中 差一档涨停板 差一档涨停板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为什么我的LINE 你一定要加 因为我们是 受邀在中市 做节目的 它有个小缺点 你看别人的节目 它是这个 想讲多久就讲多久 对吧 高兴的话 就跟你讲一两个钟头 也都没有问题 反正他的影片 就放在网路上 他今天 词穷 想讲十分钟也行 他今天话很多 想讲一小时也行 我们没办法 我们没办法 我的时段 两点到两点半钟 扣完广告 我只剩24分多钟 大概是24分 20秒到30秒左右 多15秒都是奢求 多15秒都是奢求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股票 所有想讲的内容 都放在这24分钟以内 而且呢 或者说在节目进行的同时 哇 像现在讲着讲着 已经2点22分了 真的会有遗漏的部分 那我们怎么办 只好把它放在 我的LINE 我的官方账号 再来去做补充 LINE在这个地方 你自己加啦 好 那在9月11号礼拜三 我又补充了一档股票 我说这是经典教学翻译 我短打六法中的 强势股攻击段 正好刚刚有讲到嘛 强势股攻击段嘛 那一天的原相 9月11号的原相 这一天 正好符合所谓的 强势股攻击段 对不对 真的一路往上 创金高创金高创金高 那原相到昨天 昨天是涨停嘛 到昨天为止 大概是赚8%左右 可是我昨天是不是加码预告 各位我昨天节目当中 我加码预告 你就知道说我对于股票 我对于这种短线操作的 敏感度有多高 来各位9月19号 9月19号 看一下昨天 中视的logo压在这边 时间我都欢迎你去对照 好不好 2点21分32秒 我们在中视做节目 就是不能说谎的 好不好 来原相 昨天244涨停锁时 我说明天开盘 还有可能续墙 要赚一只涨停以上 都不会太难 昨天加码预告这件事情 果然今天的原相 开盘直接一路冲高 插一档 就亮灯涨停 你自己就算到今天的高点 原相已经是40块 40元以上的价差 买一张赚4万块去了 那涨幅呢 将近两只涨停板 好吗 还不用出啦 好不好 加登 加登这个 虽然今天是创历史新高 可是 各位有没有亮 没有亮哦 而且它 虽然是有创新高 没有错 可是它是黑黑创新高 创高拉回 所以这不符合 强制股攻击段 不该追 你就不要乱追了 好不好 建汉 这个我们拨断单本来就有 可是礼拜一的时候 我特别提醒你 9月16号礼拜一 我说这个叫做什么 带量突破 这个就是符合 强制股攻击段的原则 礼拜一还特别提醒你 建汉建汉建汉 不过呢 当时是一个买点嘛 对不对 礼拜一是一个买点 这一天 今天呢 转弱了 所以在跌破40块的时候 我们小赚出场 因此到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建汉 最下面 9月16到9月20 我们获利7.5个百分点 出场 还行啦 7.5% 风险至上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快打部队的精神 风险第一 只赚精华 而且呢 绝对要真实 好吗 从高峰 一力电到富士达 万绪悠寻到红硕 一路到博垒 光盛 智茂 台湾基茂 到建汉 每一档股票 我强调过 有图 有真相 我们都一定要在节目上 公开的跟你做过说明 或者是在我的LINE 对 即便说我的节目上来不及讲的 LINE也要跟你讲得很清楚 原项原项 强势股攻击断来了 昨天呢 我再把我对股票的敏感度 对股票操作上的这种 热情 跟这个我的资讯 我跟你讲 今天开盘很有可能续抢 要赚一只涨停上 都不是太难 原项到今天 赚了将近两只了 对吧 好不好 建汉的部分 今天已经全数获利出场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快打部队已经累积 224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的目标 本月要做到300个百分点 我们持续朝目标前进 任何问题 欢迎你加入我的LINE 有问题 先上询问 下周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